第零四五五章 爱恨纠缠 碧海上 黎玲很受打击 她是某一颗星球上古老道筒的圣女 门中年轻一代实力第一 结果来到这个没落的星球 被一个土著压制 实在郁闷到想吐血 这才交手不足上150招 她就被楚风一巴掌打在左肩上 痛彻骨髓 扑通一人摔进海里 见起晶莹浪花数百朵 楚风惊异 在众生平等场域中 她运转大雷音呼吸法 身体宛若佛族的精身 坚热强大 同时 她的那只手掌柔和胶膜拳的 螺旋撕裂镜 换一个人挨上这样一掌的话 估计半边身子都要断裂下来 在激战中 没有谁会愚蠢的怜香惜玉 动辄就是斩首之杀士 碰 数十米浪涛冲起 黎玲浑身湿漉漉 一群贴在身上 勾勒出曲线起伏的身体轮廓 身为圣女级人物 不说实力 单论容貌 那绝对含有人可及 换做其他时候 处风肯定要调侃 但现在生死搏杀 哪里顾得上 她背后的一对能量光一煽动 若雷电炸开 声音震耳 直接俯冲过去 展开绝杀 黎玲雪白身体上沾着水珠 如同出水芙蓉 晶莹面旁娇嫩 发丝甩动间 水珠飞出 如同数百颗珍珠洒落 碰 她的右手轻震 配合呼吸法 一节桃枝浮现 花蕾绽放 能量激荡 向着处风席卷 显然 所谓的桃花枝 是一种能量体 粉红色花瓣飘舞 晶莹通透 但也射人 散发雄魂的力量 在嗤嗤声中 在处风的拳头上 留下斑斑血痕 割裂她的手臂 处风一脸郑重之色 道 你命犯桃花节 黎玲莎娜的惊恶 看她一脸严肃的样子 还真以为发生了什么 但她很快醒悟 面上露出冷意 这个土著分明不懂 各种能量体的运用 故意胡说八道 分散她注意力 彼岸花 虚空金莲 桃花节等 都是能量模型 能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攻击力 接下来 一株青莲在黎玲身后浮现 此外还有星斗点点 她的实力被拉低 但是一些高层次的手段 还是能运用的 急于处风造成困扰 青莲在她背后摇动 星斗点点 有一些星体 居然坠落下来 砸向处风 处风吓了一大跳 这是能量星辰 砰的一声 她躲避开去时 海面直接下沉 像是凭空消失 而后碰的一声汪洋炸开 浪涛又瞬间席卷向苍穹 当 处风师展形 一十二真形中的金钟罩 提外一口大钟浮现 并凝聚焦与太古蟒牛 她口鼻尖金色物矮涌动 呼吸法提升到极静 直接横冲直撞 跟那状态明显非凡的离临 厮杀在一起 当当当 一颗又一颗星辰坠落 砸向大钟 让这里能量大爆炸 处风心中悸动 她觉得 应该早点进入逍遥境 解析各种能量体模式 勾勒出自己的道路 不然的话 这样的对决很吃亏 众生平等这种场域十分诡异 虽然能将对方的实力拉低 但离灵各种手段还在 很可怕 可以预料 如果没有佛祖的袈裟在身上 这样漫天星斗 一颗又一颗的坠落 绝对能将枷锁 甚至逍遥境的进化者 轰成渣 离灵不愧为圣女级人物 手段过人 她所展现出的部分能力 就已经让处风悚然 如果全圣时期 各种秘技进出 绝对超凡 像是虚空炸开 白雾激荡 楚风将金刚灼打出 想要震杀此女 站到这个层次上容 不得她放水 离灵不是一般的人物 敢自展道横 提前跨界过来 意志可怕 图谋甚大 这时 她也在施展蜡手 一条亮银色的金属链条飞出 想袭杀楚风 将她锁住 两人竟在同一时间偷袭对方 生出同样的念头 很不凑巧 两件兵器撞在一起 爆发出绚烂光芒 大 离灵心惊 她的那条银色金属绳索 被撞击得暗淡 若非她柔软可变形 换作其他秘宝 直接已崩碎 我们两个动作如一 这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吗 楚风野鱼 并在第一时间 动用精神武功 收走金刚镯 离灵鹅没微调 银色绳索暂时不能动用了 需要酝氧一段时间 差点就被金刚镯毁掉 还好她是柔韧的 下一刻 圣女离灵恼了 因为楚风收起金刚镯后 直接取出黄灯灯的宝储 向她砸来 这本是她的秘宝 落到对方手中 砰砰砰 这片地带 宛若下了一场流星雨 离灵头顶上方的那些能量星斗 不断砸落下来 将汪洋都积得沸腾 海水都快蒸干了 楚风非常被动 到了最后 能量大中 当当响得不停 险些要炸开 她手持金刚镯 随时准备打出去 但是离灵身体急速移动 一直在防备着她 对那血量的手环无比忌惮 同时 她不断催动能量星斗落下 这种消耗太大 终究不能持久 她银牙暗咬 如果换成其他人 哪怕圣子级强者 估计都早已被她击垮 可是 由于众生平等这种变态场遇在 直接将她的实力拉低 砰 楚风找到机会 将不稳固的能量大中催动 直接打了出去 撞向离灵 离灵惊叫 她感觉到可怕的能量在弥漫 迅速将头顶上方 仅有的几颗星斗摇落下来 轰击向前 轰隆 这个地方发生大爆炸 两个人都在能量光芒中横飞出去 各自都在吐血 全都受伤 一定要在短期内 进入逍遥境 楚风心中无比渴望 如果进化到更高层次 掌握那些手段 了解诸多能量体的构建方式 她应该不会这么狼狈 离灵备受打击 用尽手段 结果还是没有干掉那个土著 估计她负的伤 可能更重一些 吃 这一刻 她如同一条金蛇在海面游动 冲到楚风的附近 身体柔韧无比 跟她近身搏杀 哎哟 楚风大叫 这女人的身体柔韧性太好了 以不可能思议的角度弯曲 给她来了一记鞭腿 抽得她呲牙咧嘴 左肾剧痛 离灵是某一股老道统的最强弟子 身为圣女 自然掌握有很多秘迹 这金蛇宫 就是其中的一种近身搏杀体数 她认为 楚风的金刚镯 以及她那被夺去的宝储 威胁太大 故此找到机会 冲到镜前 要在小范围内 搏杀掉楚风 叮当喷框 在此过程中 火星四剑 他们也在催动密气 比如飞剑 激烈撞击 同时 两个人已经颤抖在一起 离灵的手臂与腰肢等 柔韧性可怕 不断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攻击楚风 最后更是如同捆铃绳般 要将她困腹 矜持点 你居然对我用墙 楚风怪叫 离灵闻听 双目光芒变冷 在她动用金蛇弓后 免不了肢体纠缠 这是一种柔术 有时借助双臂与双腿锁住对手 一般情况下来说 她绝不会动用此弓 但现在 情况危急与特殊 为了废掉这个土著 也是彻底拼了 喂 你的大长腿 要夹断我的老腰了 楚风怪叫 说得无比暧昧 当然 情形也差不多 离灵如同一条游动的美女金蛇 腰脂纤细柔软 长腿有力 从后面用双腿锁住楚风的腰 而一双手臂 则勒住她的脖子 想要扭断 双方彼此能感触到 彼此机体的温热 完全接触 不了解情况的 还以为多么的疑你 会误认为情侣亲热 真实情况却是 楚风舌头都要吐出来了 脖子差点被那一双偶臂扭断 同时 她眉心剧痛 遭受精神攻击 离灵要斩灭她的精神 去死吧 真也有剧念 楚风大喝 轰的一声 大雷因呼吸法发动时 周身毛孔喷薄金光 她如同不灭金身般 通体金黄刺目 黎灵冷笑 对方的呼吸法的确可怕 让她震惊 但她毕竟 曾经是观想境界的大高手 眼界与手段等更加高超 她确信对方这样做无效 肉身坚硬 如杖六金身又如何 她现在是金蛇柔术 砖破硬弓 当然 如果对方 跟她是同层次的进化者 那就另当别论 真到了那时 那种绝世呼吸法 会演绎出更厉害的妙处 哄 然而 就在她自信满满时 楚风通体金光内敛 呼吸法转变 动用黄牛 教给她的那种神秘之法 她的身体 顿时被白雾笼罩 迅速柔韧 且动用胶膜体术 这是包含在胶膜拳中的手段 下一刻 楚风宛若一条胶龙 正拖出来 反过来绞杀黎灵 手臂 腿脚等并用 纠缠这位实力惊人的圣女 浪涛翻天 两人坠入碧海中 激烈搏杀 最后彻底纠缠在一起 楚风呼啸 竭尽所能 压制这个女人 在别人看来这很暧昧 甚至可以说是香艳 但她可没心思体会 一个疏忽 就可能会被绞杀 她确信 这女人来头很大 非常不简单 两人肢体纠缠 宛若化作一人 一双雪白偶臂 死死楼竹楚风的脖子 都快勒进血肉中 恨不得立刻脚断 楚风口鼻喷吐渐气 同时火眼金睛 不断飞出能量光芒 要斩杀此女 不过 黎玲不仅肉身武功可怕 也懂得精神武功中的高深秘技 不仅体表浮现能量光芜阻挡 连精神力一冲出 凝结成盾牌 同时 她也在动用秘技 要击毙楚风 碧海中 浪涛击天 能量沸腾 沿着她们的毛孔喷勃 远看一条美女金蛇 跟一条蛟龙纠缠在一起 那是能量喷发后的异象 这么大动静 自然惊动这片海域很多生灵 一头正断六道枷锁的鲨鱼狐疑 道 南海龙族又要开始繁育后代了 另外一头小岛 那么巨大的带帽浮现 也问声问气开口 道 蛟龙一族繁育后代 跟他们的战斗力一般 惊天动地 这片地带 出现不少生灵 远距离窥视 虽然看不真切 但是却达成一致共识 蛟龙在繁衍后代 黎玲的神爵何其敏锐 自然全部听到了 当时就气得脸色通红 感觉恼恨 你们说对了 本王的孩子要出事了 楚风大吼 喘着粗气 因为脖子都要被勒断了 面部通红 浑身能量沸腾 而后 他一头撞向黎玲的额头 激情似火的同时 怎妖也有点像战斗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爱恨纠缠 逃吧 蛟龙在繁衍后代 这样窥视 一会儿多半会被清算 一群海洋生物 逃之夭夭 眨眼间消失个干净 这时 楚风明显占据上风 因为他施展的蛟龙的手段 头上发光 有能量龙角浮现 攻击力霸道无品 金蛇宫明动星空 但是却比不上焦魔体数 砰砰砰 他猛力撞击 肉身能量沸腾 头上一对蛟龙角很恐怖 击破离灵的护体光幕 刺透精神盾牌 撞得他翻白眼 感觉头部剧痛 要撕裂般 痛彻骨髓 最终 他被楚风撞得生生昏死过去 直接瘫软下来 精英的蕉臂 与雪白的长腿松开 从楚风的身上滑落 妈的 累死我了 楚风大口喘粗气 拎着这条美女蛇 滑开碧海 朝着远方游去 恭喜龙王爷 繁育后人成功 远处 一头海兽拍马屁 圣女离灵浸泡在海水中 高挑身断上一群破烂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就是特殊的战衣 也在鸡斗中 被扯裂很多处 楚风没理会那头海兽 单臂夹着离灵 迅速远去 第零四五六章 史上最惨圣女 夕阳中 海浪阵阵 席上小岛 见起片片晶莹的浪花 岛屿很小 没有植被 都是石块 坑洼不平 这里缺少生机 黎玲醒了 感觉头疼欲裂 最后关头一战时 她实在被伤得不轻 那个土著猛力撞击她的头颅 那对能量龙角 对她伤得很重 直到现在 她的耳畔还有嗡嗡声 近乎耳鸣 且眼貌惊心 她轻轻摇头 略微恢复知觉 立刻感觉对不对头 身体浮在地上 地面都是石块 各的身体生疼 嗯 一刹那 黎玲清醒不少 虽然还在耳鸣 且眼睛有些发花 可是灵觉等在快速恢复中 她的身体被锁住了 尤其是双手与双腿 甚至脖子等 缠绕着一条银色的金属链条 那是属于她的秘宝 一根银色零锁 但现在却用来困负她 接着 黎玲感觉腰部温热 刹那彻底恢复知觉 她顿时寒毛倒数 身体生出一层鸡皮疙瘩 差点直接尖叫与发飙 但她很好地克制住 并且艰难回头去看 果然预感没有错误 如她所感触的那般 那个土著正坐在她的后腰上 将她当成板凳 还是软垫 在这满是碎石块的小岛屿上 到处坑坑洼洼 的确没有好的歇息之地 但是 怎能如此 堂堂圣女 某一颗星球上 最强到统年轻一代第一人 她离凌沦为一个软垫 一个板凳 被人坐在屁股底下 最为可恨的是 那个土著正在沉思 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 很投入与出神 她忍不住 想发动攻击 缠绕在她身上银色绳索 顿时发光 直接束缚她 令她无法震动 尤其是在动用精神力时 眉心剧痛 几乎要裂开 碰 这时 那个土著头也不回 依旧在私存着什么 但是手中却拎着一个保储 对着她的后脑就来了一下 动作娴熟而自然 再次昏厥过去 凌晕过去前 她真是修奋到极点 恨急这个土著 她经历了什么 一代圣女啊 居然这么凄惨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是月光漫天 海面波光凌凌 浪花不时敲打在 满是碎石的小岛屿边缘 她发现自己 还是浮在地上 不过离原先的位置 有积民远 换地方了 只是 依旧让她羞怒 她还是在被当作板凳用 而且这次比上次还不堪 显然那个土著做酒后 也换了个位置 将她放在一块较为凸起的石头上 个得她肚子生疼 倒是方便 那土著当马扎用了 楚风拖着下巴坐在那里 正在研究什么 这种表情 再加上这么轻慢她 让黎琳肺部传来爆炸声 真是不可忍受啊 再敢攻击我 继续吃苦头 楚风头也不回地说到 在她手中有一张海图 她正在研究 在她身前有一艘 持续长的五色船 同时 地上还有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 黎琳看到后 眼神有杀气 除却那艘船外 其他原本都属于她 可现在一主了 同时 她感觉发毛 那些东西 比如护体秘精项链等 都是与她身体亲密接触的 也被摘走 你给我起来 黎琳克制住胸腔中的怒火 没有发作 让声音尽量平淡与平缓 别打扰我 楚风回应 结果拎着她那黄灯灯的宝楚 砰的一声 又给她来了一下 神灰绽放 黎琳翻白眼 再次昏厥 她眼前发黑时 最后的念头就是 想诅咒 以她的强大意志 以及忍耐精神 现在都受不了 很想骂人 这个土著 这个男人 太混账了 将她当成软垫坐着 还这么粗暴 都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动辄就拿她的宝楚 砸她后脑勺 清晨 红彤彤的太阳跃出海面 神圣招霞洒落碧海上 十分的灿烂 黎琳再次睁开眼睛 她感觉后脑腾的无以复加 接连被她自己所携带过来的 醉兵器 宝楚 砸中两次 那滋味真难受 招霞落在她身上暖洋洋 可她的心中 却是戚风苦雨 她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倒霉 这么悲惨 真想自觉算了 但是 怎么甘心呢 她想复仇 那混账 又将她换了一个位置 但依旧在拿她当凳子用 还是一屁股坐在她身上 她觉得自己估计是史上最惨圣女 他们这个道统的普通弟子 行走在外界时 都备受人瞩目 更遑论 是第一嫡系弟子 未来是要继承一个 强大圣地的人 在一颗星球上最强 难得的 黎玲这次没有说话 她不想再被那混账粗野地 再一次砸昏过去 这时 她只是静静偏头看着 同时很小心 动作不敢太大 黎玲彻底认出 那个在朝霞中发光的五色船体 应该是蓬莱仙岛的宝船 昨日陈胜 陈朴等人曾经驾驭她 停靠在普陀山外的海边 她猜测 这个没有节操 混账之急的楚魔王 昨天擒住她后 马不停蹄 又跑到普陀山 将五色大船偷走 事实上 正是如此 楚风追击离林匆匆而去 忘记那艘大船 等她忙完后才想起 悄然赶回去 发现没人动那艘船 似乎都不想跟蓬莱结怨 然后 她果断盗走 如今 这艘船缩小到一尺长 依旧流动五色光芒 昨天晚上 楚风有大半时间都在研究这艘船 她居然能实现空间跳跃 实在太先进 不过 看着她霞光闪闪 这却是一个老古董 应该是从某处遗迹中挖掘出没有多久 内部又不少地方散发腐朽气息 想要用得久些 必须得来次大修 楚风没这打算这么做 她不是练器大师 没那些手段 除非下次 进太上八卦炉石 顺便熬练下 看一看能否修补 行吗 楚风偏头看着她 道 别喊别叫 配合一点 保证不让你再昏厥过去 李林怎么听都觉得这话别扭 恨得牙根都痒痒 这时 楚风踩起身 迎着太阳伸懒腰 一副很舒态的样子 而李林则满脸黑线 她很想诅咒 她的腰都要被做断了 很麻木 略微痛疼 晒晒太阳吧 楚风将她拉了起来 让她坐在那里 对着朝霞 一副很好心的样子 但是 李林想捶她 想杀人 因为 她现在一身道横被封 被引锁困腹 肉身无力 屁股正坐在很不规则的石头上 各得难受 这岛屿就是如此 没有规则的大石块 不然的话 楚风也不会拿她当软垫 当板瞪用 对于这个美丽儿强大的俘虏 她可没心思去怜香西域 只是在有效与合理的利用 李林看到 楚风的手上 有一枚黑色的手环 那是空间石做成的 原本属于她 但现在 她只能干瞪眼 她所有东西都一主了 地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长裙 内衣等 让她想发飙 显然这些私密性的东西 都是楚风翻出来的 不想要 给丢弃在她面前 这些都还给你 楚风微笑道 同时她在怀疑 问道 你这手环的内部空间 不怎么大 而且身为圣女 却没有几件秘宝 你真是某一道统的 最强传人吗 李林听到这些 心都在滴血 太扎心了 被俘虏后 真是饱受刺激 她不想理这个人 也不想解释 有几人能带过来很多秘宝 全都在跨界时毁掉了 这时 李林低头 注意到自身的情况 终究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她有些羞愤 因为衣不避体 破破烂烂 很多地方都露出洁白机体 你 对我做了什么 任何女人这个时候 第一反应都会是慌乱 什么都做了 楚风淡定地答道 你你你 李林花容失色 但是 她毕竟是非常人 瞬间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感受 觉得没有异常 同时 她想到这个王八蛋 昨天将她当凳子用 在那里研究五色大船 还有她身上的那些东西 以及磁石等 枯坐一晚上 无比投入 没时间对她乱来 此时 她想起身 不想着这么做着 但是根本不可能 被她自己的银色金属链锁困 动弹不得 不对 我身体中有东西 是什么 她忽然变色 面色发白 我琢磨大半夜 以场域研究者的手段 在你体内插入几根刻鞋 有诸多符文的磁精针 嗯 你以后最好不要动用逍遥镜的能量 不然的话 它们会炸开 你也可能会喷得一声 血肉磨火 楚风告知 这对李林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她被限制了修为 楚风警告 那些场域磁针 只有我能取出来 你自己可别乱动 不然的话 我可不能保证 你是否会断腿断手 李林花容失色 她以强大意志自斩倒横 提前跨界过来 就是为了遭罪 放心 我的进化速度很快 所谓水涨船高 你很快会恢复的 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圣女追随者 楚风笑咪咪 你还对我做了什么 李林心理承受能力 还是很强大的 快速冷静与镇定下来 帮你拍了一组血针 性感妖娆 美丽到让人惊叹 值得珍藏 你 李林爆发 别的没什么 但德西这事后 惊怒而害怕 诅咒连连 楚风无语 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哪有时间去鼓道那些 昨天晚上研究阵御印等 很好心神 这女人反应也太大了 她总算明白 圣女有时候 跟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区别 现在李林情绪激动得一塌糊涂 要跟她拼命 放心 你好好给我当事女 红袖天香什么的 以后那些照片 保证都删除 一张不留 你还是圣女 楚风随口说道 她忽然有些明白 所谓圣女必然要无瑕 一旦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传出去 估计她回到圣地中 也没法做她的圣女了 所以 她才这么情绪激动 你别想着对付我 写真集我都加密收藏了 一旦我出什么意外 那些东西相隔一定的时间 会自动满世界发送 楚风忽悠 她真没做这些不良的事 但是却说得煞有其事 最为关键的是 李林什么都不在乎 但对这些太在意 哪怕很怀疑 也郑重对待 在警告楚风 真要有意外 哪怕死她 也要鱼死网破 至于嘛 你没看 我们这颗星球吗 哪个明星不拍点写真 都不好意思出门 跟人打招呼 按理说你 可是你们那颗星球最大的明星 这么保守地活着 也太苦了 唉 真落后 你们那颗星球太原始 蛮荒之地 楚风摇头 一副很有优越感的样子 李林咬牙道 我们那里与星际网络相连 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他们那里算是一个高等星球 净化文明高度繁盛与发达 科技虽然只是辅助 但他也觉得远胜这里 现在被没落之地的土著 比他出生的地方 为蛮荒星球 他接受不了 好 来自高等星球上的强大圣女 我的侍女 我们上路吧 楚风招呼他 解除那条银色金属锁 我警告你 别想着对付我 不然的话 你体内的磁针都会炸开 到时候非常凄惨 楚风又一次警告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侍女在身边 他决定充分利用他的力量 去做一些大事 不然的话 太浪费了 黎玲面色正清正白 他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土著 但是却不敢妄动 的确感觉到体内有东西 担心爆开 下一刻 楚风指挥黎玲 驾驭五色大船 进行了一次空间跳跃 出现在东海 他则很悠哉地躺在摇椅上 不去耗费能量 让黎玲去催动大船等 不仅将他当事女用 还当苦利用 按照五色大船上的海徒来看 蓬莱应该就在这片海域 给我仔细找 大半天后 他们真的找到 一座岛屿非常大 被白雾笼罩 很朦胧 一般的人无法接近 今天算是先任门 找到正确的地点 下次你来祸害这里 楚风说道 黎玲原本脸色木染 不怎么想理他 可是现在还是忍不住翻白眼 然后 楚风果断偷袭 用宝储将他砸得昏厥过去 再次给禁锢起来 黎玲灵魂迷前 异常惊怒 他真是史上最凄惨的圣女啊 同时他意识到 这混蛋肯定有什么秘密 不想让他知道 接下来 楚风马不停蹄 取出身上那块 从不灭山带出来的石块 认真感应 而后迅速赶了过去 他登上一座岛屿 正是黄牛 欧阳风 蛤蟆他们消失的地方 他又来了 很想念他们 来看一看 他们能出来 楚风震惊 因为发现自己 他上次来过一次 给他们留言了 现在发现 居然有回应 有刻字留下 与此同时 外界炸锅了 简直是天翻地覆 楚风在普陀山一战 横扫群敌 斩杀一片人马 并且最后关头 更是去追击圣女离灵 且据南海一些王族的反馈 圣女离灵 应该真的落网 被他生情活捉 这简直是爆炸性消息 震动世界各地 更是让所有 名山后的星路 一片大乱 楚风已经危及到 圣女级净化者 事实上 情况远比人们知道的 还要严重 震动的可不止地球 也惊动于外 昨天发生大事件后 有人专门将消息 透露给域外 惊动圣人 因为 普陀山一战 楚风横扫的人中 有某位圣子的亲弟弟 是某一位圣人的嫡系后代 他们这一脉人数太少 都快断绝邪统传承了 那位护短的圣人 听到后 第一时间杀来 此外 离灵被俘 她可是某一颗高等星球上 最强道统的圣女 此事也惊动星空上的 相关强者 域外 有不少强者在关注地球 不时听取汇报 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因酒却满头冷汗 她知道 自己下罚只杀楚风 以圣人同章诱惑 终是惹出大麻烦 她请出自己的 结拜兄弟 百化圣人 宇文成空 也到地球外了 楚风的蝴蝶翅膀轻震 结果导致各事情堆砌在一起 直到发酵 引出圣人要出手 第零四五七章 图圣者 岛屿上 缺少生机 就是有树木也是腐朽的 便是看到生灵会动 也是腐烂的 接双目无神 很久都不会转动一下 楚风激动 黄牛 大黑牛 老驴他们 给他留言 告知目前都还活着 早晚会回归 七座大山云遮雾绕 这就是不灭山 寂静无声 有些甚人 楚风在山门外露出笑容 心中压着的一块大石落地 总担心他们的安危 怕几人死在当中 现在略微放心 不过 他也从留言中看出 不灭山内很危险 目前就黄牛 欧阳峰深入 其他几人都在外围 不敢踏足生命绝地 对于所有人来说 不灭山深处 那是生之禁区 一般的生灵入内 全都会变成活死人 楚风观看周围 这山门外 就有很多的活死人 附近 岩石伴着腐烂的古树 人形的生物不少 都皮薄骨头 未知神情窟窿的眼窝 闪动鬼火 也有拳头大的蚂蚁 十米长的蚂蚱等 各种生物应有尽有 可惜虽然未灭 但神魂干枯 这些都是活死人 曾经深入不灭山 前去闯关 想崛起成为妖圣 可是无穷岁月以来 有几个成功 数十上百万天 才都化作腐烂的怪物 须知 能够选中进入不灭山的 夺为天纵之才 结果却成片的腐烂 永远被禁锢在这里 成为死亡大军中的一员 等待召唤 有朝一日 可能会杀出 在地球上试炼 楚风看到黄牛的流言 在期待重逢的同时 也在吃惊 按照黄牛所说 他想出来很难 只能走到山门这块区域 可是 按照他在生命绝地中 看到的线索揣摩出 整颗地球到时候 都可能会成为他的试炼场 此星球被不灭山选中 用以魔力他们几人 到时候 他就能出来了 跟楚风相见 毋庸多想 当黄牛与欧阳峰在线时 肯定站立惊人 因为 这里是培养妖圣的地方 不要中庸者 也不需要还算不错的天才 只要最强者 从死亡中魔力而出 不然的话 就会化为活死人 永世拘禁在这里 黄牛 你们一定要活着 楚风说道 然后 他稍作停留 在这里再次刻写字迹流言 在楚风离开前 他在岛屿上 选了几处地方 开始藏物 比如石河中的三颗种子 还有从秦岭残破能量塔中 得到的那个 始终无法开启的银河 这些被他认为 是最重要的东西 如今暂时用不上 他不想 放在身上 怕暴露 或者发生意外被夺 尤其是 天外的杨轩 胡青城 秦兰等 掌握有天眼通道果结晶体 居然能探查 他的一举一动 他怕泄密 只有不灭山这种妖族无上圣地 以及场域格外恐怖的密途等 才能隔绝天眼 不被他们所窥视 楚风清醒地知道 他自己看着耀眼 战绩辉煌 花团颈足 但他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真要出现几个高境界的神子 圣女 或者有老怪物 从蓬莱成功脱困出来 等待他的 可能就是生死绝境 所以 他得有所准备 万一他自己不幸死掉 必须确保几件逆天之物 落在黄牛 他们手里才行 最近他一路高歌 看着乐观 其实楚风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后 他向岛外走去 楚风还不知欲外有圣人在逼近 但他就是觉得不安 这是一种本能直觉 不过 目前地球上有小部分人已经得息 有圣人在临近 驾驭那尘封漫长岁月的古老战车 碾压过星空 进入太阳系 如今地球上降临者很多 自然有欲外的耳目 定期向星空中传递消息 正是他们禀告某位圣人的 一辆灰扑扑的石车 在太阳系边缘出现 连咕噜噜转动的轮子都是实质的 整体弥漫混沌器 一路而来 星空在站立 它不是很大 跟无垠的宇宙比较起来 渺小如尘埃 就是在太阳系内也微不足道 可是 现在透出的气息 居然让这片地带轻微抖动 让星体仿佛要炸裂开来 有种镇压星海的秘力 一头老马 也是灰扑扑的 一身杂毛 毫无光量可言 但却是由他拉着这辆古老到 不知道多少个时代 不曾出世的战车 石战车上有军烈的痕迹 那是腐劈 刀砍 建设所致 都是西年的圣人对手留下的 他们多已死亡 甚至 残破石头战车上 还有斑斑血痕 有的为暗红色 有的带着弹金光泽 还有的银白 哪怕血液早已干涸 依旧在发光 有圣人威压透出 的屑依旧在 从这辆石制战车就足以说明 来人何其强大 斩杀过圣人 这是一位能徒胜的存在 他自身是这个棘树中的佼佼者 君陀古圣 一位远古圣人 经历过漫长岁月间的所有战斗 一生经历过元寿大破灭 黑血狂潮 诸天暗淡等多个最恐怖的时代 他都活了下来 一直到现在 饮过圣血 撕裂过今生菩萨 而未被佛族灭掉 最终竟被赦罪 可以说他一生无比辉煌 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来了 临近地球 要为后世子孙出手 或许是因为杀伐太多 他的成就太过耀眼 在圣人行列中都是强者 所以他这一族 遭遇各种恨祸 原本这一族就数量稀少 现在几乎要灭族了 而且繁育力异常低下 他们这一族是亚神兽 不可能繁衍出大量族人 族人可以数得过来 星河龟 顾名思义 被孕育在星河中 很难孵化出来 到现在 纯血的没有几头 而且步入老龄 一身实力越发恐怖 可是生育能力 却在成几何倍数的下降 不光是星河龟 其他种族也是如此 实力越发强大 越是难以繁育后人 子嗣多为 各族制强者年轻时所留 如今星河龟一脉 年轻成员一个都没有了 杂血的倒是有几头 如今两头踏上星路 来到地球 一个被人称作白银绳子 另一个 则是白银绳子的亲弟弟银红 在普陀山一战中 银红曾将楚风撞到吐血 最后被楚风 用五色大网俘虏 准备进军逍遥禁食吃掉 无论是白银绳子 还是银红都不知道 他们是君陀古圣的后人 不然的话 声威更胜 因为 此前君陀古圣对杂血后代 看不上眼 认为不是正宗血脉 然而 最近有一头老星合规向他禀告 几乎所有族人都步入老龄 实力是越发高深了 但是却几乎都失去生育能力 到这一刻 君陀心中才大震动 立刻让身边的道童 跟星空各地联系 寻找杂血后人 白银绳子 银红兄弟的身份 自然在第一时间被禀告上来 君陀没有声张 而是让地球上那些 愿意传递消息的降临者 密切关注 随时禀报他的童子 所以 当德西银红被俘 那土著扬言要吃掉时 君陀怒了 寂静漫长岁月的心有了波澜 他是谁 一代古圣 历经漫长岁月 征伐诸天 灭掉的生命星球 都不知道有几颗了 有人敢以他的后人为实物 在他看来 当灭九族 他认为 他的后人可以战死 但绝不能为实物 尤其是 他曾经征伐过这颗星球 当年是圣人成员之一 算是主力 绝非星空其事可比 参与屠灭行动 他连这颗星球上的圣人 都曾屠掉过一尊 如今 这颗没落的星球上的土著 要以他的后人为实物 他绝不能容忍 君陀来了 驾驭他的古战车而至 自从远古一战 灭掉眼前这颗星球上主力后 他就深受重伤 一直不再动用这辆战车 可而经故地重游 他又驾驭驶车 显出恐怖危压 沿途 在石车路径的地方 海王星 木星 火星等 都像是在战里 景象恐怖 至于太阳系中的那些战舰 则全部凝固 被定在星空中 其中个别战舰不知道情况 想要开足马力 结果刹那解体 化成宇宙尘埃 老马拉着石车 来到地球外 车中的君陀古圣 寂静无声 车员上有一对道童 这时跳下来 立身在车畔 都静默无声 地外 杨轩 胡青城 秦岚 面对战车时 感觉如同天崩地裂般 他们看到那被混沌器包裹的战车上 仿佛有圣血剑起 有一些生命星球炸开 有精神菩萨 被撕裂为两半 那景象太可怕 三人当场软倒在那里 身体不由自主的贵符 顶礼膜拜 他们知道 这是一位远古圣人的恐怖战绩 是昔年发生的旧事 让人站立 动辄就可涂灭一颗星球 接着 淡淡眸光透过混沌扫来 他们三人不能思考了 思维凝固 并且脑中的一切都不再是秘密 被这位古圣洞悉 最后 当他们感觉活过来时 脑子中尽是楚风的画面等 他们知道 圣人在查看楚风的一切 刹那间 地外又来了两个生灵 一个是实力骤降的亚圣英九雀 他在这位古圣面前 没有过往的冷酷与狠力 很沉默的行礼 而且他是跟着另一人来的 那人被混沌包裹 对石车中的军驮剑里 而后盘坐在一旁 他就是百化圣人语文成空 传圣人法旨 楚风 死 这时 一位道童开口 他看起来面孔稚嫩 但是毛子中的沧桑 出卖了他实际的年龄 这是一个不弱于 今生罗汉般的存在 地球上 若雷霆横空 若九天闪电披舞 那声音宏大 震动各地 所有人都震撼地抬头 内心惊悚 这是何等的存在 再传圣人法旨 直接要楚风死 这 真是霸道到极点 第零四五八章 星空下无敌 从东半球到西半球 从北海到南海 各地的生灵都在阵战 因为那船法只声响彻世界各地 声音略带稚嫩 但冷漠而霸道 楚风这次 又惹了多大的火 脱离玉须宫的老头子路通 抬头看天 脸上写满担忧 他知道 这次问题大了 各座名山间 那些折叠空间内 那些星路上 来自不同星系的生物 都大震动 他们早有所觉 没有想到这件事真的发生 这次可不是亚圣英九雀 而是一位真正的远古圣人 实在恐怖 虽然自远古一战后 军陀便隐居 但至今星空中 都在传他的名 有了解内情的圣子 心头震动时 忍不住感叹 在事情发生前 他就得到其他降临者禀告 军陀会来 楚风兄弟有大祸 这次是真正的圣人来袭 这可怎么办 如何度过这次难关 藏地内 大光头正亮的马王开口 皱着眉头 一脸幽容 老辣妈 敖王等昆仑山大妖都在 全都眉头深锁 他们从一位降临者那里了解到 上次只是亚圣英九却要杀楚风 而这一次 却是真正的远古五圣人 不可相提并论 而且 这位军陀太强势 来到地球外 就吓着要楚风死 都不是让其他人动手 到了那个层次 本领通天 哪怕无法进入地球 但想要杀一个人 估计也不会是难事 让他们内心都不安 怕楚风死去 还好 我们最终的选择很正确 没有跟土著中的天选之子走得过境 此人注定要早亡 北极元慈仙窟 有强者开口 这里也有高手 当年自展道横 进入这个世界 休养二十二年 终于渐渐恢复 林公主等人听闻也都轻叹 这次真正的圣人来了 楚风怎能逃过这一件 劳山深处 大旗皇子在线 他气宇宣昂 但是眼底深处却很冷冽 有杀意弥漫 齐宇身为净化皇朝的天才 身份高贵 上一次所带人马全面 他对林诺依 还有楚风有无穷的杀计 可惜 我还想亲自动手呢 看来等不到那一天 他很遗憾 如今还无法走出折叠空间 我的祖上也来了 卢山 百化圣子宇文风皱眉 他很不安 曾在楚风手上吃大亏 如今都没有亲手 涂掉那个土著 竟来他威名大损 他略有担忧 族中 圣人会怎么想 他们这一族人口不少 竞争激烈 有不少人盯着他圣子之位呢 可不像君陀那一脉 都快写筒断绝了 天下各地不宁 就是普通人都听到那传法指声 被深深震撼 普陀山 江洛神正在拨打楚风的通讯器 可惜一遍又一遍 始终联系不上 现在这个关头 谁都找不到楚风 因为他还没有脱离 不灭山附近的海域 那里有强词干扰 有神秘场域 连天眼通都望不穿 域外 若雷霆绽放 一道赤圣的光发出 那是一位道童 在洞师展秘法 手持一面宝镜 照向地球 而在镜面上 早已勾勒出楚风的容貌 这是在探查他的去向 要将他寻觅出来 嗯 道童皱眉 满是沧桑的双目 变得深邃起来 他始终找不到楚风 镜面上毫无反应 按理来说 这寻天宝镜一出 所要寻找的人 将无所遁形 会被镜子第一时间感应到才对 难道他身上有重宝 可以抵住宝镜探查 他露出疑色 离开不灭山后 楚风进入海中 这片地带灰雾很浓 外界依旧探寻不到 他将持续长的五色大船取出 至于海面上 他刹那暴涨变得非常巨大 而这时他也将圣女离灵摇醒 道 开船 离灵苏醒后 哪怕他意志强大 任性惊人 可现在也忍不住怒火填膺 要跟他拼命 一次又一次将他砸晕 别说圣女 就是使唤丫头 都没这么惨的 这次事情紧急 下次不会了 过段时间 先还你一半写真节 楚风淡定的开口 拿不存在的写真说事 非常管用 离灵克制情绪 身为一颗星球上的最强船人 他的自控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 当看到那张古朴的玉石桌下时 他郁闷的心情有所舒缓 有条桌腿缺了一截 现在一头银龟压背在桌腿下 当作电时用 支撑着桌子 离灵发呆 这也太不难于外天才当一回事 那可是白银绳子的亲兄弟 居然被垫在桌子底下 银龟你给我老实点 想看书桌子都不稳 再敢乱动 我直接引爆你体内的所有刺症 楚风威胁道 此时 银龟在发抖 太特么憋屈了 堂堂神子亲兄弟 被人这么作践 他眼中凶光毕露 真想拼命 楚风低头瞥了他一眼 道 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若非你想斩我头颅 何至于此 想杀我就要有被俘的觉悟 你当庆幸自己还活着 而其他人都死了 蛮荒星球的土著 血脉斑驳的失败者后裔 银龟在心中嚎叫 他真的怒怨无边 但是却不敢发作出来 他还不知道 自己是君陀的后人 若是了解 那气势就更不同了 楚风对这头龟另眼相看 决定当作食物 纯粹是因为 他是一头灵龟 觉得是大捕之物 终于 渐渐脱离这片海域 再回首 不灭山消失不见 培养妖圣的无上密土 他随时会更改位置 只有手持不灭山的石块 才能感应到他 会慢慢寻到 找到了 在海洋中 这时 狱外实战车旁边 那个到同手吃饱镜 露出喜色 并告君陀圣人 这时 狱外再来一人 一个黑脸大汉 背负铁剑 脚踏星空 从太阳系边缘外 一下子就赶到地球进前 在他迈步时 十分可怕 周围的星空都在轻颤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圣人 显露真实面孔 没有被混沌包裹 见过端木圣人 因久却开口 他虽然是亚圣 但在这里身份不够看 面对三位真正的圣人 他平日都得矮上一头 更何况他如今被废 嗯 端木点头 三位圣人在场 狱外弥漫圣气 这片地带完全不同了 就是地球都开始浮现纹落 有场域在复苏 这时 太阳系边缘 那里有稳定的虫洞 不仅长着一株千星藤 此时还有一株虚空连浮现 摇曳发光 震荡出生物讯号 这时星际网络在覆盖 进一步增强 同时 就是地球外部远处 一飞来一株星术 扎根虚空中不是很高 发出光芒 释放生物磁电讯号 在增强星际网络 星空中 有很多人在关注地球 甚至不乏圣人 所以 星际网络彻底覆盖太阳系 从军陀 宇文成空 端木三位圣人的反应 就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他们并没有阻止 显然那星际网络的背景 深不可测 不然的话 若是一般人敢窥视 早就被他们一指覆灭 星空深处 不少生命星球上的人 都得到消息 好爱 好爱 圣人出手 引爆星空 震撼星海 独家报道 正在直播 元寿平台上有直播 三大圣人法驾清灵 去废土要杀一个土著 震动星海 不要错怪 不说其他 单是圣人出手 便肯定会震动星空 这等人物 如同混沌中的真龙 普通人很难见到 就不更要说 观看他们的战斗 一瞬间 各大星系不少地方沸腾 三大圣人降临的星系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远古年代 曾经在整片宇宙中 排名第十一 一度璀璨到 要与前十大相提并论 有解说源在元寿平台上感叹 但是 他很快就闭嘴了 因为被警告 想死的话就接着说 这种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绝不能在公众场合讲出来 看直播的人 不少了解内情 发出嘘声 这只是个小插曲 不算什么 人们更加期待了 三大圣人再次降临那里 会引起怎样的波澜 而且 如今各大星系中 很多年轻人都踏上星路 赶往那里 想必如今一定很精彩 发生了不少事 这时 无论是一较顶尖老辈强者 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都得到消息 全都动容 第一时间去连接星际网络 去观看直播 很快 人们得惜 君陀古圣要去格杀一个土著 这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那种身份的人 为了一个后代 居然这般 君陀这是害怕血统断绝 如此护犊子 这是给所有人看 警告各方 不得害他后人 这老家伙霸道而强势 当年就在那颗星球上 搅起血雨腥风 这次多半另有深意 可能是要引余孽出来 嗯 我已有所闻 上次阴九雀曾去闹了一场 背后有人支持 该不会就是君陀吧 那是在试探 而今真正要出手 星海深处 就是妖圣 金身菩萨等 都有人在关注 很快 土著楚风这个名字 传到星空中 他人还未走出太阳系 但是却已经先被人知道 这也是另类意义上的 明动星空 听闻不少神子 圣女都上路 前往那颗星球 真想看一看他们 如今怎样 是否能在那里突飞猛进 一些年轻人更为关注 眼神热切 想了解圣子及人物的近况 难道他们受挫 被一位土著压制 不然的话 为何除却君陀圣人外 还有两大圣人法驾清灵 一些年轻人眼神闪烁 若是能听到天女 神子及人物吃别 他们会更为开心 这也算是某种劣根性 所以 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 哇 那就是三大圣人啊 我看到了 被混沌覆盖 好可怕 剑圣端木 可以看到真容 一时间 星海深处沸腾 因为许多人涌进元寿平台 正式开始观看直播 地球外 那明道童一手持宝镜 一手持一枚圣符 流光一彩 一看就是无上宝物 元寿平台的解说员 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不然的话 可以能解说圣人出手的大事件 看到那枚圣符后 直接到吸冷气 这是经过圣血浇灌的密宝 当然不是君陀圣人自身的血 而是昔日他所杀的圣人所流 以此符置入地球 自身不染因果 不会遭遇那颗星球的反噬 果然 那道童出手将圣符祭出 使他直接飞进大气层 向着地球某一海域斩去 哼 天崩地裂 地球场域有感 直接阻击 符文无数 这一刻 星空都在震战 那圣符太强 而地球上的场域 也异常恐怖 发生激烈碰撞 哼 最后 光芒耀眼 如同九天落雷 无数赤剩的光芒落向东海 异常的刺目 与此同时 地球外的星树发光 星际网络覆盖东海 清晰捕捉那里的一切 域外的人 终于见到楚风什么样子 楚风刚离开不灭山 舒坦地躺在摇椅上 让黎玲驾驭五色大船 他准备回归陆地 去泰山祭坛 就在这时 漫天都是赤圣的光芒 若闪电飞舞 向着他这里落来 顿时让他毛骨悚然 被天打雷劈了 他获得坐起 准备对抗 自从开启火眼金睛 且一路高歌猛进 秦圣女 让星路上的圣子吃瘪 他就在担心 是否有一天会遭雷劈 轰轰轰 闪电飞舞 电光霍霍 最后都在大船上空溃灭 并未真正击落下来 地球场域起作用 全部磨灭 楚风出神 也就在这个时候 脱离不灭山所在的海域后 他的通讯器 可以正常接收信息了 一刹那就开始爆响得不停 楚风查看 顿时从头梁到脚 他了解到外面的情况 有圣人驾灵 要杀他 他快速抬头 这么说来 刚才是圣人所为 楚风身体冰凉 寒毛倒数 圣人亲自对他动手 真是看得起他 不过 很快他就目光璀璨 有什么可怕的 大不了就是一死 现在低头也没什么用 圣人既然来了 绝不会改变心念 想到这里 楚风抬头 点指天穷 道 哪个老乌龟在偷袭我 一刹那 星空寂静 无论是地外的三大圣人 还是阴九雀 与两名道童 都没有声音 就是星际网络 圆寿平台上 也是刹那死记 解说员张口结舌 不敢评价 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 君陀的本体 就是星河龟啊 还真是 不过 很快圆寿平台上 那些看直播的人 一片造杂 虽然他们敬畏圣人 但现在隔着星际网络 怕什么 一些男子大笑不已 更有女子笑的花枝乱颤 毫无疑问 楚风还踏出地球 就已经被人记住名字 地球外 我来 这时 百化圣人宇文成空开口 不再让车员旁的道童出手 而是他要亲自出击 在此过程中 君陀古圣坐在战车上 始终未动 没有亲自出手的打算 宇文成空的手指裂开 滚落下一滴三色血液 神圣无比 锐霞滔天而上 而金化成一柄剑 搜的一声 没入地球大气层 向下飞去 直到这时 袁寿平台上的解说员等 才再次开口 尽管那颗星球非凡 有场域守护 可是圣人若是想杀一人 而不是大规模破坏那片土地 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里的土著想与圣人对抗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而袁寿平来请来的民宿 也在发表看法 这几人名气很大 绝对能点评圣人间的战斗 各位 请看好 无论如何 那名年轻人都要死去 圣血一出 被袭者必要陨落 所以 我们当敬畏 无论在那里 圣人威严都不可侵犯 一旦亵渎 哪怕相隔九天十地 也会被击杀 几名民宿点评 纷纷开口 与此同时 各大进化门派中 以及各大进化世家内 一些长老在教育后人 记住 无论如何都不要惹圣人 那种存在不可想象 一日没有临近那个境界 一日都要敬畏 一旦相见 必须发自真心的跪拜 一时间 星海深处 各地的年轻人 都在聆听长辈教育 对圣人的敬畏之心更重了 可惜 这个天选之子必死无疑 原本他也算不错 他的可悲就在于 不知圣人多么地可怕 不可仰望 袁寿平台上 有民宿谈论 盖棺论定 等待处风死去 然而 一切都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 东海上方那滴血滑破天雨 被场域阻挡住 但招致他覆灭的 是不灭山的浮现 像是干旱的沙漠 遇到甘灵 贪婪吸收 嗖的一声 三彩圣血无声消失 被不灭山吸走 要知道 刚才这里天穷裂开 虚空战利 一柄可怕的圣剑 由血液化成 简直要毁灭天地 将这里粉碎 然而 他被收走 被不灭山吃掉 楚风刚才心中不安 头皮发麻 他知道遇上死亡危机 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 突然间压力就消失 星海深处 袁寿平台上再次宁静 无论是解说 还是几位被邀请来点评的民宿 都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而在他们还没有发表新见解时 地球上 楚风凌空而起 站在五色大船上方 凝视欲外 他连续被圣人轰杀 可都被化解 顿时底气十足 敬畏又如何 还不是要被针对 还不如光棍一些 所以 他现在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屁腻天语 道 谁能伤我 无 星空下无敌 第零四五九章 无敌是多么寂寞无 星空下无敌 楚风发思扬起 屁腻域外 这个画面瞬间传向宇宙深处 沿着星际网络一路蔓延 直接映照在各大生命星球的元寿平台上 这一刻 各大星空瞩目 现在域外无声 星空安静了 上一次说 这种的画人是谁 是什么时候 太古老 太久远 人们想不起来 但是 今日说出这种话的人 肯定要被记住 注定会传遍星空 此刻 楚风甚不发光 双泪喷勃出一对能量双翼 他立身在半空中 下方碧海起伏 上方星空无声 地球外 三大圣人寂静 因九雀牙疼 真想俯冲下去 一巴掌拍死他 而两个道童 则紧紧闭上嘴巴 一语不发 怕引圣人发怒 各大星系 诸多生命星球上 真可谓一片幽静 没有一点生硬 若真可闻 因为人们被惊呆了 袁寿平台上 解说员嘴里发苦 他真是头大如抖 太阳学生疼 这该怎么解说 这个土著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几名特邀而来的民宿 眼睛都快凸出来了 盯着屏幕说不出话 他们在道吸冷气 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 无 星空下无敌 这种话也敢说出口 须知 就是映照朱天的那种存在 也不敢这样标榜自己 谁敢这么说 都会引发一场 星空大地阵阵 会有流血杀戮 后生可畏啊 最终 一位民宿憋了半天 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真不敢再提心空下 无敌这种敏感性事件 是啊 这个年轻的土著好自信 解说员回过神来 这般附和道 很想打哈哈 赶紧将这茬接过去 因为 这涉及到历史上的旧事 曾非常恐怖 十分敏感 几位民宿都回过神 不愿在这件事上多点评 不过 让几人脸堂发烧发燥的是 那个土著依旧还活着 并非像他们预测的那样 死于圣人手中 他们不久前一再强调 圣人无敌 永远不可冒犯 始终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然而 那个土著大骂圣人后 依旧活蹦乱跳 最重要的是 还在那里 装无敌呢 这个土著的脸皮的 有多厚才能说出那种话 在他们看来 其厚度要突破天际了 此时 普通人都是一脸诡异之色 最初很寂静 但是 很快圆寿平台上就沸腾了 哎呦喂 我听到了什么 他们可不像解说员 与几位民宿那么有顾虑 隔着星际网络 有什么可怕的 谁认识谁 神人出世啊 星空下无敌 这兄弟叫什么 楚风 我记住这个名字了 老天在上 今天遇上牛气冲破消汗的存在 时隔漫长岁月 再次跳出一位 敢自称星空下无敌的生灵 元寿平台上一片噪杂 一群人像是 打了凤凰雪般 彻底兴奋 无比的躁动 简直要炸裂了 消息传播得非常快 引发星际网络上震动 更多的人涌来 得到消息后 开始进入元寿平台观看 早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但现在被身边的人紧急通知 都火速连接星际网络 登陆元寿平台 地球 身在半空中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五色大船上 被垫在桌子腿下的银龟 瞪着他的背影 恨得牙根都痒痒 眼中凶光毕露 神特默的星空无敌 他想一记王八拳打死他 黎玲也是一阵无语 这个土著 太能装了 有种你飞到天外 去试试看 圣人飘落下一根头发 都能将你的身体割断 血溅长空 这样喊自己星空下无敌 就不怕遭雷劈吗 呆 哪个敢与我争熊 这时 楚风主动叫板 遥望星空 他是真的 看不到狱外的圣人 但并不代表 他不能装模作样地盯着 此时 他一派高手风范 越发地深沉 狱外 三大圣人依旧寂静 鹰九雀脸上的表情 却跟便秘一般 太难受了 这个土著嚣张之极 而要深究 由他而起 这让他作辣 真想瞬间打死那土著 现在 在元寿平台观看直播的人 越发激动 一个个都像是喝了真龙血 饮了圣皇血 都兴奋过头了 能看到圣人吃扁 有人这么挑战权威 许多人嗷嗷直叫 进入元寿平台的人越来越多 人满为患 一度差点导致这个平台瘫痪 各大星系 不同的生命星球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涌来 毫无疑问 此时楚风这个名字 在元寿平台上开始发光 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砸向每一个人 被人牢记 不管名声是好还是坏 最起码 他真的开始明动星空 此时 别说普通人群 就是各大进化门派 各大进化家族中 以及一些圣地内 全都不宁静了 一时间 废反迎天 地球外 宇文成空开口 无欲打爆这颗星球 他是圣人 号称百化 可容炼万物 自然可以再翻手间 就能毁灭一颗星辰 但是他也知道 这里与众不同 剑圣端木 一开始弥漫混沌气 让域外震战 他缓慢摇头 道 除非应照诸天 不然的话 根本瓦解 不掉此地的场域 因为这是圣尸不下的 可是 映照诸天的人 一直在忌惮 担心圣尸未死 还会回来 而且 这颗星球 曾经在宇宙中 排名第十一 有余孽活下来 一直逃亡在外 昔日 有人想覆灭此地 结果遭遇反击 直接导致 自己所在的星球 被打爆 举足覆灭 毫无疑问 那是一种巨大的震慑 流浪在外的余孽 在他们看来是超级恐怖的分子 异常忌惮 当然 这种人越来越少 快绝灭了 不过 圣尸真要再现的话 那就吓人了 被某些人视为最大的恐怖源头 他可以梳理星河 惊天伟地 足以破灭很多颗生命星球 那种代价 谁也承受不起 映照诸天的强者自己不怕 也要担心子孙 我相信 圣尸死了 百化圣人宇文成空尘声道 无比坚定 我们一直在等待消息 圣尸生死之谜 快有最终结果了 就在这时 一直寂静无声的君陀古圣 终于开口 他的言语让人震惊 就是剑圣端木 与宇文成空都动容 这当中包含很多信息 甚至 这次君陀来这里 都可能有深意 昔日 君陀乃是主力圣人之一 曾攻伐过地球 在这里图过圣者 拿去 就在这时 君陀赐下一物 交给道童 而他自己 依旧盘坐石车中 被混沌淹没 什么都看不到 那是一颗射粒子 光滑照亮欲外 太璀璨了 它是一位 今生菩萨死去时所留 被君陀收到手中 毫无疑问 这种东西异常珍贵 哪怕内孕的圣员 被君陀在远古疗伤时 吸收八成 但依旧是价值连城的圣物 这种东西 让英九雀眼红 但却不敢多余 吃 道童祭出 将之打入东海方向 要继续轰杀楚风 这种圣人级的射粒子 属于其他圣人 因此这般出手 不染因果 真要反噬 也只会找那尊今生菩萨 哄 海面上空 胜利沸腾 一颗射粒子 绽放万千金光 宛若要普度众生 一尊菩萨浮现 今生圣洁 镇压而下 楚风头大 浑身绷紧 感觉到一股灭世般的气息 在别人看来 那很神圣 在他眼中 那无疑代表着死亡与毁灭 这今生法相一出 有天下无敌之事 任何一尊今生菩萨出世 都是无癖的 可以荡平妖魔 横扫一遇星球 现在哪怕是残缺的 也很恐怖 地球场域复苏 浩瀚莫测 乃是圣尸亲手不下的 场域曾经瓦解 被映照诸天极 强者撕开 可是经历大毁灭后 它又完整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越发让人忌惮 怀疑圣尸未死 曾回到这里重新布置 轰隆隆 天上 今生法相渐渐暗淡 被无与伦比的场域磨灭 渐渐消失 不能接近东海 那艘五色大船附近 这就是圣尸式手段 场域绝世无匹 让那射立子显形 星空深处 别说其他人 就是解说员都在咽口水 几位民宿更是瞳孔收缩 圣尸啊 一人忍不住感叹 当然很快就闭嘴了 因为这是个禁忌人物 不能多谈 至于袁寿平台上 众人则没那么多顾忌 纷纷惊叹 对于圣尸 哪怕他是禁忌 许多种族不少顶级大门派 不允许提及他 但是众多年轻弟子 还是对他好奇 查阅过他的各种资料 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礼敬 近乎崇拜 因为这是一个逆天的人物 留下太多传奇 至今 月球上还有一位 无敌妖圣的肉身 白虎 为月球上一些射尸提供能量 正视着圣尸西年的手段 多么的逆天 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事 地球 东海 吃 最后一声轻响 射立子飞走了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吞噬 又是不灭山 他像是一只恶坏的史前凶兽 需要高层次的能量 对于圣血 菩萨舍利等 无比渴望 遇外 这次又无声了 三大圣人 弥漫混沌物碍 毛子很幽碎 刹那间露出可怕光束 凝视不灭山方向 这件事不寻常 有些诡异 因为 就是三大圣人 也发现不了不灭山 楚风站在半空中 煽动光溢 他有点心虚 身体出了一层冷汗 刚才那可是精神菩萨 这样震杀而下 他深刻感受到 域外的圣人多么的想杀他 连那样一颗射粒子都记下来了 相当的果决 地球外 道童也在冒冷汗 射粒子丢了 再也收不回来 这种东西 哪怕对于圣人来说 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一旦丢失 也会心疼得要死 童子有些害怕 这时 楚风稳定下心神 再次开口 点指域外 道 数次偷袭 我算什么本事 有种下来 跟我堂堂正正一战 地球外 没有声音 死一般的寂静 气氛可怕到极致 圆寿平台上 解说员张口结舌 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土著了 太特么的脸皮厚了 几位民宿也富匪 圣人要是能进那颗星球 还容你蹦打 一道目光扫过去 就足以让你崩碎 化成一团血物 但是 他们不能这么直接 一位民宿和蔼地笑道 这个年轻人勇气很大 但藐视圣人是死罪啊 几位民宿没敢多点凭处风 因为 他一直活蹦乱跳 一再藐视圣人 可就是不死活得好好的 这跟他们告诫众人的观点相冲突 他们一再提及 要对圣人抱有敬畏之心 何时何地都不能亵渎 可是 这个土著 就是用来打破场里的 圆寿平台上 那些普通人都沸腾了 看着那个土著 一再挑衅圣人 还活着 他们无比兴奋 星宇 快来圆寿平台 这里发生今天大事件 羽默 赶紧登陆圆寿平台 这里正在发生圣战 一个土著之身挑战三大圣人 简直要逆天了 早先观看直播的人 不断地呼朋唤友 吸引来更多的人 这里越发的人生鼎沸 各族的进化者 不知道来了多少 圆寿平台的拥有者 几位大人物欣喜 第一次对楚风生出好感 觉得若是有机会 应该给予他一定的照顾 同时 他们觉得 眼下应该确保 这个土著不死才好 这简直就是一个 吸睛的宇宙红人 值得投资 因为 圆寿平台 可不是免费观看直播 而是要花费 一定的进化资源的 地球 东海 楚风眼神清亮 发丝飞扬 他在开口 谁敢与我一战 域外 三大圣人的脸色 也快跟变密似的了 他们自然知道 星际网络覆盖这里 且有直播在进行 轰轰轰 接下来 东海上空 毁灭性气息不断爆发 各种异象分成 简直要撕裂乾坤 恐怖到极致 海中 所有生物都站立 能够逃走的都逃了 不能逃走的 全都在瑟瑟发抖 沉浮在那里 楚风寒毛倒数 多次感觉到死亡临近 甚微不可抗衡 但最后终究是没有死 他还活着 站在这里 如何 也 就是不死 他开口挑衅 此时如同一个坏小子 带着挑衅的笑容 这画面瞬间引爆星空 许多人都在截图 保留下这张画面 显然 楚风还不知道 他现在人气质暴涨 在狱外已经被人知晓 坏坏地笑 好帅 居然有年轻女子 发出这种叫声 让元寿平台上 许多男子不满 人们知道 圣人这次丢了面皮 就看他们接下来 能否有效击杀楚风了 这时 元寿平台的探测器 急于楚风那里特写 画面越发地清晰 拍摄到了他后面 五色大船上的景物 就这么一瞬间 很多人实话 他们看到了什么 君陀圣人的后人 银红 不久前 人们就已经知道 前因后果 有人曾在元寿平台上 发出过银红的照片 现在他们发现了真人 我atly锦号人民币 那是古圣君陀的后世子孙 他在那里 天啊 圣人的后代 银红居然被垫在桌腿下 我没看错吧 被当成了什么 电石 这个画面清晰地捕捉到 银龟的现状 被垫在桌腿下 震惊心空中所有生灵 全都目瞪口呆 一瞬间 这些人觉得 楚风这个人 有些深邃了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 毕格直接拔高 那可是君陀古圣的子孙 用来垫桌腿 这实在太逆天了 很快 又有人惊叫起来 因为发现圣女离灵 啊 那不是我心中的女神吗 她怎么也在那里 天哪 她居然穿着侍女服装 天杀的土著楚风 你到底做了什么 元寿平台暴动 彻底乱了 接下来 地球外的三大圣人 似乎也怒了 狂轰滥炸 要杀楚风 那里电闪雷鸣 异常的可怕 楚风心虚到极点 觉得跟死亡太接近 随时都会万劫不复 而星空深处 也有更多的人 开始关注这件事 尤其是一些圣人 都先后出关 注视这里 当又一次可怕的圣光结束 杀伐停止时 楚风站着不动 因为不久前 真的被震慑地发毛了 她心神不稳 再努力尽心呢 最后 她让自己双目深邃 比以前更深沉 到 无敌是多么寂寞 煞时间 整片星空寂静 第0460章 星空炸裂 星空中 所有人都傻眼 该怎么形容她 这是多么的自信 多么的自恋 或许更进一步说是多么的不要脸 这种话也能说出口 脸皮太厚 在战场上绝对能当盾牌用 可以抵挡剑鱼 砍在上面 肯定火星四箭 刀枪不入 三大圣人一语不发 但脸色彻底黑下来了 这个土著真是当猪 屡次冒犯圣威 可有一点 她就是不死 无敌是多么寂寞 她竟然唱起来了 这让人目瞪口呆 刚才那么一句也就罢了 现在在那片海域上空 她背负双手 无比自负 在那里非常投入的吟唱 星空中 顿时要炸脸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嗷嗷直叫 这个名为楚风的土著 要逆天吗 哎呦喂 我真受不了 这兄弟绝了 这是要气死圣人不偿命啊 真有意思 在那偏远的蛮荒星球上 进出这样一个无敌人物 真是妖险 此时 无数人登陆元寿平台 亲眼目睹这一幕 简直是费反迎天 这个直播平台要爆炸了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 来自各大星系 无数的生命星球都可以登陆 如今星际网络 几乎覆盖到所有地狱 当然 实在偏远的低等星球例外 无敌是多么寂寞 楚风神情专注 实在是投入 颇有陷入其中 不可自拔之事 地球外 三大圣人的脸越来越黑 哪怕他们身为圣人 但现在也受不了 数次出手 都杀不死这个土著 还让他这么唱起来 这不是在折他们的面皮吗 殷九却越发觉得作辣 在那里擦冷汗 元寿平台上 解说员也在擦汗 这特么的 太让他难做呀 怎么点评 稍有不慎 就会得罪三大圣人 无敌确实是一种寂寞 但是 我觉得他的无敌不是 在战力上 而是在自负上 言行轻狂 桀骜不逊 这的确是一位无敌小哥 解说员憋了半天 总算做了一番点评 被请来的几名民宿 脸色都跟变密似的难受 说什么好 早就预言 这个土著会死 可是他越来越活蹦乱跳了 没看到吗 他在海面上再歌再舞 越发地欢声 可 这个年轻人真是活跃 一位民宿一边咳嗽 一边这样说道 另一位民宿点评 道 年轻真好 什么话都敢说 这算是一种朝气 但有时也可理解为 鲁莽不安适适 这样辱圣人是不对的 须知 万物万灵 都要有敬畏圣人之心 只是 元寿平台上谁听他说教 现在一片沸腾 来自不同星系的人 都在谈论一个人 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么躁动过 这个土著太彪悍了 真的在跟圣人交锋 目前占据绝对优势 有人调笑道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圣人古板 圣人不可测 圣人无敌 圣人高座天穷混沌中 简直是高不可攀 跟他们属于两个世界 很难见到 现在 有一个土著 他来自最宇宙最角落的 蛮荒之地 让圣人吃瘪 充分激起所有人心中的 那一缕叛逆性 所以全都激动了 异常兴奋 这也导致元寿平台 涌进的人数暴涨 而且是在持续增加中 这歌词有意境 而唱的人也很有味道 必须得录制下来 没事就听一听 果然 无数人在录制 这种景象 让一些研究音波宫的 进化门派都诧异 这些门派的杰出弟子 发行唱片时 都没这么的火爆 就是以研究音波为主的 顶级进化门派的圣女 影响力巨大 发布现象级作品时 其场面也不过如此 须知 那些歌曲 那些音律 可以促进进化者的 精神力缓慢增长 长期聆听的话 有极大的好处 现在 一个偏心求上的土著 随便哼出的歌 几乎能够跟最当红的 几位圣女相提并论 我严重怀疑 今日过后 精神歌曲排行榜中 会有无敌是 多么寂寞的一个席位 有人这么笃定地说道 必须的 已经录制完毕 不少人纷纷附和 此时 元寿平台背后的大人物 非常满意 据统计 现在的元寿平台在线人数 以压倒性的优势 占据第一位 远远领先 其他竞争平台的 直播在线人数 地球 东海 楚风底气越来越足 他觉得 哪怕是圣人想杀他 估计也有难度 甚至无法成功 因为 这么长时间了 凭他这么做死的折腾 居然还活着 足以说明问题 证实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夜偏周 在远处的海面上窥探 一刹那 楚风展开双翼冲了过去 速度达到极致 瞬间俯冲而下 将这个觉醒九段的人擒住 相对来说 来人进化层次这么低 楚风可以用精神 探索其心中所思所想 毫无阻碍 蓬莱的人 现在蓬莱很多人出动 正在寻找楚风 因为 他杀了陈家少主 陈胜以及陈仆 陈锋等人 他们要报复 当发现这片海域动荡而恐怖时 有人来探查情况 此时 蓬莱陈家出动一部分很强的人马 正在满世界寻找楚风 想将他铲灭 不会让他活下去 甚至 有部分人在寻找跟他有关的人 比如他的父母 昆仑大妖等 将会动用一些非常隐狠的手段 楚风洞悉后 露出冷漠之色 蓬莱有些人 还真是阴魂不算 纠缠不休 不杀他不收手 碰 他将此人敲晕 丢在偏周上 对于这种还没有作恶的 小角色 他不屑于下杀手 楚风回到五色大船上 对圣女离林吩咐 道 我的侍女 开船 我们去蓬莱做客 离林瞪他 对侍女两个字非常抵触 但是最后还是忍了 驾驭五色大船 乘风破浪而去 这一刻 星空中震动 圆寿平台上 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哀嚎 在诅咒 对楚风敌意无比浓烈 不再像此前那么欣赏 恨不得活吃掉他 痛心疾首啊 我的女神 你怎么沦落为她的侍女 不相信 真的不能接受啊 有人撕心裂肺的长嚎 不可能 我看到的不是真的 一切都是假的 太可恨了 那个土著 我要杀死你 你还我离林女神 毫无疑问 这是跟离林 来自同一颗星球的人 见到离林这种状态 一群人垂胸顿足 悲愤无比 恨不得立刻杀过去 早先镜头就捕捉到过 银龟与离林 但很匆匆 这些人还在心存侥幸 可现在真是近乎绝望 被彻底证实 其他人只是觉得离林漂亮 除尘 看气质 就像是高等星球的顶级圣女 现在被人证实 顿时一片哗然 我靠 这兄弟太捏处了 抓了个圣女 在身边 极度羡慕恨啊 我也想跑到那颗星球去狩猎 真是高等星球上的圣女 听闻还是那颗星球 最强道统的圣女 这意味着 也是那片星域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啊 逆天了 这个层次的女神级人物 就是那些大人物 也不敢染指 这个土著 我想杀了她 让我跟她身份对调吧 神啊 满足我这个愿望吧 出乎人们的预料 的确有不少人痛恨楚风 但更多的人 则是极度羡慕有人发出狼嚎声 跟黎玲来自同一颗高等星球的人 愤懑无比 在圆寿平台上号召 诸位 你们不觉得这个土著卑劣吗 太可耻了 我们要营救圣女黎玲 谁与我们同去 击杀那个土著 有部分人响应 纷纷嚷着 要解救神女出糊口 有人无情打击 别闹了 等你们前往 沿着星路赶过去 怎么也得是一年半载后了 那个时候 黎女神的孩子都快生出来了 你们去干什么 庆祝母子平安吗 啊啊 一群人听到这种话后 凄惨大叫 此时 楚风躺在藤椅上 很舒服 他正在琢磨 既然蓬莱喜欢凑热闹 那么就让他们参与进来 吓死他们 他丝毫不知道 星空深处 有无数人在咬牙切齿 恨不得生吃掉他 大船终于接近蓬莱岛屿 那里被迷雾笼罩 这时 楚风持着通讯器一阵出神 因为进一步了解到情况 是一些降临者透出的消息 熟人在第一时间告知他 楚风神色古怪 盯着被垫在桌腿下面的银龟 一切竟然是因为他而起 他已经了解到 域外有个叫君陀的古圣 为他而来 动了雷霆之怒 同时 他又看向黎玲 还有一个剑圣端木 是为他而来 此刻 楚风竟然也有了便秘般难受的表情 闹了半天 是这样惹出的大祸 引来圣人杀机 不过 他也觉得 那些古圣或许还有深意 不光是为杀他而来那么简单 进到 楚风没犹豫 吩咐圣女黎玲 驾驭大船 闯进岛屿中 这座岛屿算是一处秘境 引在汪洋间 直到天地聚变他 才出现在地球主空间 五色大船横空 可以飞行 进入岛屿 到了这里后 楚风直接踹了一脚 被垫在桌腿下的银龟 道 你什么眼神 瞪我干吗 你大爷的 银龟心诅咒 他虽然恨不得立刻灭掉楚风 用王八拳将他轰杀 但刚才根本没瞪他 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归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没瞪你 在他看来 这个土著绝对是在找茬 他猜对了 楚风就是通过他再叫板军陀 好让古圣再出手 因为天上消停有段时间了 他现在需要圣威来吓唬 蓬莱岛屿上的人 大船进入岛屿内 历时被发现 有人大声呵斥 楚风非常不含糊 对着银龟一顿踹 道 千年王八万年龟 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 说 你们家祖上是不是有活得 更为久远的老王八 圆寿平台上许多人到吸冷气 解说员很想说 这次真猜对了 但打死他也不敢吱声 真要得罪军陀古圣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地球外 军陀古圣的战车爆发次目的光芒 简直像是一轮太阳在焚烧 照亮域外 而后电闪雷鸣 瞬息间 蓬莱岛屿上方有蔑视气息降临 恐怖到极巅 让很多人站立 更有不少人瘫软在地上 而此时楚风则一脸冷酷的样子 宛若神魔 看向前方蓬莱众人 喝道 你们这群奴仆 背信弃义 还想施主 今日嫡系血脉的人来了 他早已让离林停下大船 随时准备进行空间跳跃而跑路 天空中 雷电交织 圣人发怒 虽然还未出手 但是已经如此 导致天地巨变 那完全一位古圣的喜怒哀乐所致 在蓬莱人看来 太恐怖了 那个楚风背负双手 站在大船上 他头顶上方各种神异景象分成 弥漫不可对抗的契机 楚风觉得还不够 直接抬脚 又开始狂踹银龟 小声道 看你那龟样 你祖宗也肯定是个孬种 千年亡八万年龟 也就是能活得久远一点罢了 银龟觉得很冤 莫名其妙 怎么又被狂踹 他很憋屈 太特么地冤了 袁寿平台上 一片造杂 神人啊 你恐怕还不知道 那头银龟的祖上就在狱外 是一位古圣 正在盯着你看呢 我很想知道 君陀古圣 现在是什么心情 君陀圣人绝对怒到癫狂了 恨不得立刻拍死那小子 这种事不能忍 这个楚风太逆天了 敢这么奚落无敌圣人 袁寿平台沸腾 人们无比稀计 接下来发生的事 因为楚风的话语太扎心 骂千年亡八万年龟 正好和君陀古圣对上号 被邀请来的几位名宿 全都闭上了嘴巴 一句话也不敢点评 从来没有觉得 做一档节目 会这么地提心吊胆 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打死他们也不来 哄哄哄 楚风所期待的 更为惊天动地的场景出现 有精神菩萨被撕裂的场景浮现 血淋淋 映照天空上 有生命星球毁灭的 可怕画面闪耀 震慑人心 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 楚风的头顶上方 而他此时 终于不再踹银龟 一副冷酷到极点的样子 努力展现无情神魔般的气质 藐视众生 他对着蓬莱众人喝道 跪下 对面 果然有人站立 瑟瑟发抖 楚风如冷酷神魔般 道 真以为我们这一脉的强者 都消失了吗 还有人在 他手指天穷 在他附近气息恐怖 各种异象越发惊人 当然 他已经做好跑路的准备 一旦圣人开口揭穿 他直接驾驭大船 进行空间跳跃 反正这艘船有此功能 足以逃脱蓬莱 如果这里的人不惊吓 真要发毛 瘫软下来 并跪在那里 那就美妙了 你们这群妄想欺主的奴才 狗胆包天 以正统自居 还想残害主脉 都活腻了吧 楚风继续呵斥 同时他在疑惑 天穷上的圣人居然 没有揭穿他 他略微犹豫 为了让景象更为惊人 为了以圣人的气息 直接压迫对面的蓬莱 众人瘫软 他决定再加一把火 楚风看向黎玲 低声传音道 给我唱无敌是多么寂寞 黎玲瞪远眉眸 这么自恋的歌曲 也想让他唱 怎么可能 太恶俗了 他绝不肯同意 不唱的话 一半写真集 立刻全网发布 楚风威胁 黎玲想跟他拼命 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开始轻声漫唱 嗓音非常美 别有一番韵味 道 无敌是多么寂寞 星空中 先是一阵寂静 而后爆炸般 让圣女唱这种歌 是一个原因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们听到了什么 写真 地球外 某一位圣人也震怒了 他就是为黎玲而来 无敌是多么寂寞 黎玲的声音太美了 在蓬莱岛与上空回荡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